中央社记者江佩玲台北四日电资深艺人政会中日前打文化部长郑力军一巴掌引起外界踏伐,两日起政会中 连两天在中国新媒体平台今日头条发文,指郑力军是没文化的人,更以许多情绪性自演标骂政府 曾被中市短暂签约的歌星政会中,1月22日在关怀演艺人员春节参会上对郑力军突袭打一巴掌,事后表示因不 满郑力军上任后推动去讲话,还对媒体说这件事已预谋许久,打一巴掌太便宜了他,引发外界一片哗然 事发当天政会中召开记者会说明,愿对打郑力军一巴掌行为道歉,但不愿对抗议去讲话仪式道歉,隔日还特地赴文化部 致歉,但郑力军因公务位在部里,郑力军则表示,自己的行为是错的,但不代表郑力军是对的,改天会再亲自道歉 为了风波才过约十天,政会中注册中国新媒体平台今日头条账号,两日起一连两天发文在骂郑力军,并表 是打郑力军巴掌让他完成了一桩心愿,因为我觉得这么一个没文化的人当文化部长,简直是莫名其妙 政会中还以,形容郑力军说,规范中华文化,要把建国中学校,矿上的礼,一连,使拆除下来,计划废除中正纪念堂,撤除一对,对年轻人注入不正确的历史观,鼓励斩首蒋公同项,扑期对动手者不处分就是鼓励,焚烧青天白日起,也视而不见,可以当文化部长,不令人生气 妈,还推广同性恋,可以原谅,妈,三日政会中再度发文,使用许多情趣性自演大骂政府,并表示我习惯用,自形容部门,希望2020用选票把可恶的台独敢下台 我感谢同胞给我这么多的支持鼓励,让我更有勇气面对这件事惹来的官司,文章底下引来众多中国网友回复 今日头条除了使中国新闻资讯入口网站,还融合如社群平台脸书飞速 的功能,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账号注册,只要官方通过实名认证,就可以在平台上发文 新级,唐生羊10800204